对于经常参加活动或是展览的民众 应该都知道 一场活动下来常耗用了大量的资源 今天在新竹有一场2500人的福伦社年度聚会 为了要落实低碳活动 大家的午餐竟然是握便当 没有筷子没有餐盒 一起来看一看 这些福伦社圆满人手一个握便当 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资源不浪费的低碳活动标准 在2500人的聚会里 为了能更大量的节能减碳 最基本的冷气都得省下来 冷气一定要省 所以我们刚开始设理都是在 尽量在25 26度 尽量免筷子 免那个餐盒 其实今天的中午的握便当 是配一个香蕉配一个橘子 那所以就是完全不需要筷子 他们不仅落实了行政院环保署制定的环保低碳活动 还打破了目前登陆参与低碳活动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团体 在现在已经有2249个单位的活动登陆是低碳的 那我想今天出席人数会达到2500个人以上 所以这是我们登陆的所有里面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低碳活动 低碳活动简单的说就是以完全讨量降低碳排放为出发点所办的活动 减碳爱地球你也可以从自身做起 新唐人亚特电视 石志成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